葛亮鴻號滅火輪在1953年起開始服役 去到2002年退役 2007年變身成為展覽館 用另一種方式繼續服務市民 究竟葛亮鴻號的登陸過程是怎樣的呢 保存葛亮鴻號不外乎兩個方式 一是在水上面 二是在陸上保存 但是在水上面的時候 在水的陸氣和鹽份 是會長期侵蝕船殼 令到它難以維持目前的狀態 另外在陸上 我們也走訪香港很多區 能夠有機會安頓這個葛亮鴻號的地方 最後我們選擇了執而沖公園 它有一個比較直的海堤 方便這個葛亮鴻號能夠靠拍吊上岸 另外優勢 執而沖公園是靠近維多利亞港 亦都標誌著 葛亮鴻號它在服役那時候 在維多利亞港所扮演的功能 登陸前最重要就是做好的地基 在地基上面有好幾十個支架 那些支架我們俗稱椅子 日後被葛亮鴻號坐上去 一講到原本的坐向設計 都有個故事 就是我在工程進行期間 在工程進行期間 他議員有幾位區議員說 我們很支持這個工程 不過我們中國人出海 一定是陽帆向東 設計向西 因此他說希望我們能夠 在安裝的時候 將船轉回東 說很簡單 做起來非常複雜 因為你看到那些支架 其實那個分布和那個設計 是因應船體而造的 因此將它調轉的方向 即是整個地基的設計 要重新來過 幸好那時候 是剛剛準備開始打裝 還可以追回工程進度 大家見到 葛亮鴻號體積這麼龐大 不是一般的吊椅 可以將它吊上岸 我們只能夠找 講了打撈局 一個主力的吊椅船 就是藍天龍號 因為它是能夠吊運900噸 我們要排到一個日子 能夠水流與氣候 各方面都配合到 才能夠吊到這艘船上來 與此同時 我們收到一個同學 在煤氣公司的電話 他說你如果用吊椅 就一定會用撈鏈去定位 那個撈鏈 有機會勾到我們海底一條 很久以前鋪了的煤氣館 因此我們立刻派人 去海底摸殺 就發現那個煤氣館 真的橫跨了 我們會佈牢的位置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立即改變了 佈牢計劃 最後在3月10號 整天葛亮鴻號 平安地上岸 葛亮鴻號 最大的藏品 更是唯一可以讓參觀者 走在上面參觀的露天展覽廳 希望大家多實地了解 葛亮鴻號的故事 如果大家會不會再講 我們會不會再講 你會不會再講 你會不會再講